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日在九玄机 你是如何破解的机关 有暗机就躲 有机关就拆 不然还能如何 按照牧尺老人所言 九玄机真正的阵门在焚星 能破阵者 需得是焚星的有缘人 有缘人 谁啊 我吗 有没有别的事 没有我睡了 随我遇到去太辞路 试试看能不能破那句残气 你什么时候见我下过棋 我不 我不去 找废话 起来跟我走 不去 走 快上去 别蒙蹭了 就说不会下棋了 这位小公子 起来 瞧 这 难道真的被我蒙中了 这位小公子 若是对齐道一窍苦的那儿 就默养你 您说的是 告辞 你还笑 罢了罢了 反正你确实不会下棋 也不丢人 不过有件事 倒是奇怪 嗯 怎么了 紫禅厨 似乎有些抗风过了头 一直在盒子里蹦的 最近才喂过 按理说 会一直睡到下个月啊 紫禅厨以蛊虫为食 如此反常 十有八九 都是闻到食物的香气 难道说 那赛潘安身上有蛊虫 王爷 小王爷 方才小王爷下了擂台后 那赛潘安便像是病了一般 手脚颤抖 早早地就收了擂回去了 那很可能 是他身上的蛊虫受到了惊吓导致的 果然有蹊跷 我们得查一查他 还怎么查 反正我已经暴露了 他不是特别怕你那只紫禅厨吗 嗯 嗯 嗯 哦 哥 前面那个老头 是咱们师傅没错吧 都跟他说了 进了王城要规矩些 看来全大耳边疯了 师傅 谁啊 哎呀 是你们俩呀 师傅 听徒儿的话 进了城别四处惹事 好吗 逆徒 你师傅我有那么不靠谱吗 我就是一管里待不住 出来溜达溜达 嗯 看来还是闲的 正好 现在有事情想拜托师傅 什么事啊 不好玩的不干啊 师傅 你一定会有兴趣的 这几日有一个在城中摆棋局的人 自称是赛潘安 我们在调查他 刚刚想到一个套他话的好法子 什么法子啊 当然是好玩的法子了 师傅要不要一起啊 你不说清楚我不去啊 一会儿断念 会带我们去赛潘安在城内歇角的地方 勤住他之后 姚儿会放出紫禅厨 和他相处一段时间 紫禅厨 不 紫禅厨不应该还在沉睡吗 这会儿怎么突然醒了 所以我们一起去看看 不就知道了吗 王爷 赛潘安就在这间屋子里 方才见到他的尸童出去 屋里应该只剩他一人了 嗯 师傅 姚儿 姚儿 紫禅厨带好了 带好了 蹦得可欢事呢 那走吧 赛潘安公子 我们几个有事要问你 谁 怎么 臭小子 今天挑战棋局失败觉得脸上无光 便招打手来包袱你 哥 师傅 他说你们是打手 真正的打手 该是我吧 到底来做什么的 别在我的地盘上刷宝 别激动啊 潘安公子 你一激动 我怀里这只紫禅厨也跟着激动 这不 噗一下子 就藏不住了 什么 把那只臭蛤蟆拿开 潘安公子 为何如此惧怕一只癞蛤蟆 有意思 果然有意思 他这脸上是在煮虫子汤嘛 咕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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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手 要 要问什么就问 把那只蛤蟆拿远点 这儿 好吧 说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你知不知道焚星究竟是何物 又为何会发光 焚星在你手中 这与你无关 不可能 这世界能让焚星发光的人 已经全部死在了巢崖 你在说谎 你在说谎 巢崖 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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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怎么突然抽风跑了呀 还没玩够呢 要不要威师去追他回来 不必 断念去吧 遵命 师父 可曾听过巢崖 据传 是位于南海中的一片幻境 很少有人去过 都说那里住的不是人 而是仙人 怎么着 只是好奇 这个赛潘安 分明就只有二十来岁 但却了解这么多 过往的奇闻异事 亏你还是西南府出来的 简直给老王爷丢脸 怎么 刚才摇二的死蝉 厨一放出来 赛潘安的脸上 就出现异样 那些虫啊 就是他用来维持容貌的 这都看不出来 靠蛊虫维持容貌 但若他当真是求己 就该是个顶天立地的大侠才是 为何 会用这种狠毒的手法 令自己苟活呢 哎呀 传闻是如何 本人就当真是如何呀 那你如今就不该在此处 而应该坐在金鸾殿中 光宗耀祖 嗯 师父教训的是 大人 要我给您煎好了 你们是谁啊 你家潘安大人这药是喝不上了 他突然发疯 一个人跑出去了 正好有事问你 留下别走 小少爷饶命了 我是真的什么都不知道啊 哎呀行了 一上来就是标准大坏蛋的小喽喽的堂塞之死 别啰嗦 都知道些什么一无一时说出来 否则若是被拿来练鼓可就难受了啊 好 各位大人尽管问笑得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你什么时候开始跟在那个赛潘安身边呢 赛潘安先前一直生活在宿州鬼乡 说是鬼乡 其实就是全村子的人都遭了不治瘟疫 邻村避由不及 而我原是一个小贼 被村民追打时不慎闯入鬼乡 晕晕乎乎中了毒物 再醒来的时候身体里便被中了蛊虫 只得留在赛潘安身边伺候他 如今也有四年了 那他平日里都做什么 平日里 他不是在练功 就是在研究棋局 虽说手下像是有不少人 也时常会有蒙面人来家中 他可曾跟你提起过玉关山 蓝翼展 或者球己的名字 有有有 他向来是极为关心玉关山的近况 每隔一段时日 就会吩咐我出去打探消息 隔三差五 还要让我重复 说球己是顶天立地的大侠 是这中原武林第一人 至于蓝翼展 倒是极少提到 这人怕是病得不轻吧 若当真是球己 为何日日都要听别人称颂自己 那坟心与朝阳呢 从未听过 罢了 这事急不得 一个小小侍从嘴里也套不出什么惊天之谜 不如为师去玉关山看看 说不定那蓝翼展当真已经死而复生呢 若真这样啊 那应该能问出不少秘密 总好过在这头下打转啊 我先进宫一趟 去吧 这儿有为师和瑶儿盯着 多谢师父 又进宫啊 自从来了王城 隔三差五就进宫 他都快要住在宫里头了 宫里头到底谁值得他这么伤心呢 心上人吗 话说师父啊 哥哥的心上人到底是谁 都这样了 还猜不到啊 猜不到啊 过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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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告诉你 沈千帆 原来如此 我就猜是沈将军 傻徒弟 给我来 皇上 不必担忧 王爷说不定等会儿就来了 说要找人调查坟兴局 结果又是他亲自上枕 那塞潘安来路不明 一切还尚未查清 为何如此冒失 皇上 喝口茶 先歇息吧 去找香烈来 找夏丽来做什么 阿弥陀佛 王爷怎么现在才来 皇上连晚膳都没用 一直等着呢 我知道你关心我 但至少等先说完正事 之后任打任罚 随你下旨 什么正事 坐下再说 好吧 思喜 给西南王爷道谢茶 是 那赛潘安 正是蓝一斩生前好友求疾 因为九玄机被毁 焚星消失 他以为是蓝一斩已经死而复生 为此惊恐不已 因此 才想借着百齐局的机会 找到牧痴老人 重回玉关山 一探究竟 所以这一切 只是因为焚星被盗了 应当是吧 他得知有人能让焚星发光后 突然疯疯癫癫的 说什么 能让焚星发光的人 都死在了朝衙 可现在 只有你一人能让焚星发光 就凭这个 我也要查清楚 究竟是为何 朝衙 这个地方 我听过 好 好 说说看 在我七岁那年 宫里来了几位神人 便自称是来自朝衙 也是在他们走之后 母后才会偶尔提起焚星 现在想来 也是从此处知晓 为何是神人 当时我小 只知他们能观天象 在临走之时 还从宫里带走不少珍宝 看起来 极受父皇重视 在那之后 还有朝衙的人来过吗 他们离开的时候呢 曾约定要十年后再来 但十年后 父皇病危 也未见其出现 此后就更无牵连了 原来如此 还有件事 你听了 或许要生气的 什么事 我需要请教牧尺老人 关于千回还的事情 如果玉关山中真有秘密 不弄清楚 我不放心 你个西南王 跑去凑什么热闹 不许去 你看 我就说要生气吧 其实 也并非是我亲自去 是我师父 对此有兴趣 男前辈 为何会对此感兴趣 又是随口编割故事 来搪塞我的吧 骗你做什么 将来相处久了 你便会知道 师父当真是一个 好管闲事之人 他武功高的邪门 竟然又闲得发慌 我看 他在城里也是待不住 就当是去玉关山看热闹吧 而且 如果那蓝艺展与他一样 都会死而复生 没准 他想去认认亲呢 听你说话 可信度总要打个对折 这次是真的 我哪里都不去 就在宫中待着 这样可行 信我 我在多送你一样宝贝 西南府的宝贝 还真不少啊 只要你一句话 莫说是西南府的宝贝 就算是想要西南王 也能亲自策马前来 但是我来试试 我来试试 你终于咱们 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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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